来看看新闻网 吴冲林 二十五岁 目前在一家商务公司 进行运营的工作 掌声有请 吴冲林 大家好 我叫吴冲林 大家也可以叫我吴小艾 我今年二十五岁 来自上海 现在在一家外资的商务中心 做资深运营的工作 我的爱情宣言是 《相亲相爱 相濡与沫》 干什么样的才艺呢 冲林 唱一首蔡林的《说爱你》 好 掌声有请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更难 你眼泪还以为 是从天而降的梦境 直到确定 手的温度来自你心 有点点不对 你开始了 你开始了 中间不经意 一车飘脱去海间细腻 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 梦梦就快乐吗 这该弄不屁怎么 这都是回事 我们从没想过真爱 到现在不敢期待 我对爱情 过去没有意义的结局 那天气 却就见得遇见 今次是正确的怀疑 应该感谢大家的合唱 帮你终取到了 谢谢大家 帮你终取到了 谢谢大家 71票 恭喜你过关了 好 下面我们要面对镜头 一起进入 赫萨油健康美丽三菱拍 准备好 开始 一 二 三 好 来到有请 每当那么高的女嘉宾 来到我和洛老师当中呢 我们都会觉得身表有压力 这个身高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一个习惯 但是她的身材这么好的女嘉宾 恐怕还不多见 愿意在第一时间接下面具呢 我想先保留一下吧 好的 尊重你的意见 选择一位最新的男嘉宾 哦 这一位 好 那么也请崇林看一下 16位男嘉宾 刚才唱歌也已经都看到她了 请一位 在红椅上做的你会请谁 我选何孟怀 何孟怀 这可是一个机会哦 女嘉宾想要我说好话还是真话 当然是好话 不然我先这样讲好了 因为其实我本身不太会说好话 说好话简直要了我的命 但是我今天特地帮女嘉宾 说一次好话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必须把第一颗爱情给我 你是在威胁的 是吧 答应这个交易吗 我不答应交易 我要你重新出发 她要你重新出发 你知道人为财食鸟为食王 我今天卫星我快要发狂了 你就答应我吧 我不喜欢这么利益的交易 太现实了 其实孟怀挺可爱的 今儿一整场目力很明确 很真实 女嘉宾身材非常好 然后该有的都有 胖一分显胖 瘦一分显瘦 这个龙牵合度恰到好处 非常好 谢谢 谢谢 女嘉宾你跟我们何孟怀的对手戏 让我想到一部电影叫 《满城近代黄金甲》 里面周润发饰演的黄上会这么说 我可以给你 但是你不能解 对 说得好 孟怀 其实我能感觉到那种抓狂的心态 我也特想帮你 可是马哥也只有一颗心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你努力 一颗众品没有好看 这个何孟怀我跟你说句话 其实真正的友谊 是在关键时候可以看出来的 唯一能帮你的方法就是 我们其他十五个人全部说坏话 所以我今天对女嘉宾要说一句 虽然你身材非常好 虽然你的色彩搭配得非常好 虽然你非常的高挑 但是你的歌唱的真的不好 正在参与吗 只是想表现一下 我想有的是那颗积极的心 你知道吗 好 女嘉宾你好 其实身材好的女孩子 跟长得漂亮的女孩子 我也见过很多 但是我想夸你的一点是 很多人他不会把自己的优势 完全地发挥出来 所以我觉得以你的身材 然后正正好好是特别好的 能够去驾驭这套衣服 然后配饰也选得特别不错 所以你给我的第一印象满分 谢谢 好了 女王 接下来到了我们的 喝洒有健康魅力之选 这颗爱心你要赐给谁呢 保虑好 让我想一想 会否因为有人甜言蜜语 就被打动 这是你的原则问题 但是会否你会把这颗爱心 给予那个最需要帮助的那个人 很多人 大姐 你行行好吧 是你的总是你的 不是你的你勉强也没有用 说得好 怎么样 做出决定 我想徐浩瀚 恭喜徐浩瀚 恭喜徐浩瀚 离十五科又进了一步 此刻内心感想如何 我感想就是我 我刚刚不应该把歌唱完 但是能帮到他 我觉得很开心了 谢谢 谢谢你 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也是一件好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通贵的VCR 对女生再次了解 大家好 我是吴串林 我今年25岁 来自上海 我现在在商务中心 做资深运营的工作 我在我们公司 已经做了三年了 虽然只做了三年 但是在我们中心 除了我老板之外 我是职位最高的 但虽然我们中心只有四个人 由于家庭关系 另外父母赚钱比较辛苦 所以呢 我很早就出来赚钱了 因为平时下班比较晚 所以说到家 我一般出了睡觉 只有两个兴趣还好 一是夜跑 二是爬楼梯 爬楼梯是因为家里住六楼 一定得跑 不跑也得跑 然后夜跑是因为 想维持一下那条身材 然后在感情上呢 是比较偏向强势的 但是我很愿意 为我自己喜欢的人改变 台上的男嘉宾 如果你们有信心 让我为你们要改变的话 请下来跟我表白吧 好 我们再翻看 两件布格牌 最后了解 吴串林毕业于上海 师范大学的英语的本科 现在呢在一家商务公司 做资深的运营 她认为自己小的时候很叛逆 但是工作改变她的性格 认为物质女孩依靠自己 还要满足虚荣心 李嘉宾 你好 你好 你这虚荣心 我想提的是这个问题 你的虚荣表现在哪些点 很虚荣 就是我喜欢奢侈品 我喜欢 但是我会尽我自己 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去买 我去为自己买 李嘉宾 你好 你说你这个物质女孩依靠自己 那是不是你赚的钱 你大概有多少呢 会拿去买这个奢侈品 差不多三分之一吧 那是从这个三分之一 这个奢侈品中间得到的 成就感吗 也可以这样说 我觉得这个姑娘是一个特别 很直接很坦诚的人 她永远不遮着掩掩 她其实是特别简单的一个 很爽快 但我唯一疑惑的有一点 就是关于你这句话 物质女孩依靠自己满足虚荣心 你知道吗 来过这个舞台的很多女孩子 可能她们会换一种方式 来描述这句话 她可能会说 努力打拼 追求有品质的生活 为什么你会选择不同的两种 表达方式呢 我想说我没有针对谁 我想说那样表达有点矫情 不太适合我 直接 真好有个性 女嘉宾 我觉得对于酒店里面 做这个商业中心 这一块的女生 她们会可能工作 非常的专业 以至于说 她们的生活都会自由地改变 然后你正好又提到说 工作改变你的性格 所以我比较好奇这件事情 是这样子的 因为一开始大学的时候 我会做很多兼职 就像是模特啊 礼仪啊 这种类似的赚点外快嘛 那我那时候想 女孩嘛 青春没几年的 你总要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吧 那我就去进了现在的公司 刚进去的时候 在心态上面很难调整的 你会觉得这点钱 以前我几天就可以搞定的 现在我要做一个月 而且性质也不一样 以前比如说我和公司 和供应商不开心了 我大不了 我拍屁股走人 我不和你合作了 我明天找家新的公司走 我一样可以拍 一样可以走 但是现在公司不一样 你面对的是你的客户 就算别人误会你了 说你了 骂你了 你还是得说 接受 然后微笑 你任何脾气都没有的 所以说也是因为这份工作 慢慢地就是 我变得圆滑了 没有这么有能有脚了 对 我相信你的真实勇敢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各位男嘉宾也可以在这个时候 做出你们的第一次选择了 来 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绳子 好的 我们还有另外两张布图牌 有一些重要资讯 吴统宁呢 谈过两次恋爱 竟然留了这么一句话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他希望找到这个男生呢 再帅也是浮云 希望彼此守口如瓶 你们是做特务工作的 不是 有什么秘密 舍口如瓶是这样 我是觉得 其实有时候大家在一起 时间长了 对方性格你都已经很了解了 他哪句话在说谎 或许哪句话是在矫情 或者哪句话是在故意装 你都知道的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 你真的每一次都去揭穿他了 就不好玩了 就没意思 就不精彩了 比如说有时候 我今天工作上 我碰到一件什么事 我很得意的 很嘚瑟的跟他说 那如果当下他会跟我说 这有什么了 哎哟 小意思了 那你的心情肯定会很荡的 那那时候我就 希望他和我一起嘚瑟 有时候我老婆就经常跟我这样 我每次的时候说 哎呀你看 我最近发现我又瘦了 哎呀你是瘦了 你瘦多了 你又有这个感觉 说了三年我还都怕 所以 我老师我觉得这个牌 它是不是写的有问题 不是守口如瓶 而是互相给足面子 就哪怕是两个人之间 因为有时候 我们说给面子 可能在外面是互相的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也是要 就适当的就是说 照顾一下对方的情绪 很嗨的时候 你不能灭嗨 但是这个很当的时候 你要稍微拖它一下 你是这个意思吧 是 那你嘉宾你好 你上来说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你都干了什么坏事了 是这样 因为我谈过两次恋爱 对啊 第一次是在高二毕业 升高三的时候 那是我同班同学 就印证了我妈一句话 她叫我不要早恋 我偏早恋 然后呢 不珍惜爱 人家对我好我不懂 结果辜负别人了 三年 后来 又找了一个新的 又谈了三年 这次呢 我学会珍惜了 特别地爱护别人 却发觉碰到了一个 不珍惜你的 所以说真的很准的 三年三年 出来混是早要还的 我想就说一句话 就说一句话 女嘉宾 你现在再不给她心 出来混真的是要还 没有 我还在这边 特别帮女嘉宾说个话 因为我现在是 比她最近的嘛 然后她的每句话 我觉得都是出自于她肺腑之言 我觉得这个女生非常的直爽 现在很难得 可以找到女生这样子 不会去掩盖 然后不做作 陈默怀 你真的不容易 特别特别不容易 今天费尽兴兴 说了那么那么多的好话 但是到底能不能得到 这颗爱心 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姑娘 姑娘 第二颗爱心 第二颗爱心 你家把她送给谁呢 要开心我给 我刚才说的是真话 我不是为了爱情 我可以走过去吗 OK 请 好吗 我还快跪下 快 她 不要 不要不要 不要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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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走 千万不要走 面临你一场危机 使出浑身解暑的何孟淮 能如愿获得一颗爱心吗 然后她真的会成为 第一位被驱逐出场的男嘉宾吗 今天走下来 会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 然后我也希望你能够 给到这样一个正确的 这是我亲手写的一幅字 然后呢 这是我亲自吻上去的 希望你会喜欢 谢谢 天窝茶庄 谁能百里挑一 由天窝蜂蜜柚子茶 独家冠名播出 每天睡个宝 还有天窝蜂蜜柚子茶 蜂蜜带来健康 柚子带来美丽 健康美丽喝下哟 天窝蜂蜜柚子茶 肯德基不断研究创新工艺 将层层油肉薄片压成肉饼 水分不易流失 锁住更多牛肉之液 层层美味鲜嫩多汁 肯德基层层薄片嫩牛宝 滴滴都如此浓醇香 高品质浓醇香 味全优烙如 中国偶像愈火而生 追梦旅途 在其征程 中国梦之声 全球巡演 盛大开启 9月7日 上海首战 偶像力量 梦想发声 便宜老爸不认账 I'm not you are father 儿子却不弃爹穷 因为是我爸爸 海归萌娃以情动人 你是不是医生都没关系 反正你是我爸爸 9月2日起 小爸爸 夜喜当爹 幸福哪里找 小爸爸 由停下来享受美丽 美极面膜 独家特约播出 有梦想 我给你机会实现 七级梦想挑战 九次闯关机会 一百四十种科技游戏 二十五万元 人生大奖 二十位巨星 与你一起全力挑战 请进梦力芳 卖动梦力芳 每周三周四晚十点 回复状态 做自己的英雄 卖动梦力芳 由卖动冠名播出 回复状态 卖动回来 香脆饼干 柔滑的巧克力加薪 全新精装奥利奥 一起站起来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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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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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走 千万不要走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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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 不要走 给朱吉成 天哪 恭喜朱吉成 但是何孟怀 何孟怀你要吐血了吧 你能告诉我们一个 不给何孟怀的理由吗 节目还场真的 我们还有后面的 来日方长是吗 来日方长 好 接下来呢 你还要请使一个权利 你可以在这个时候 接下你的面具 或者保留结吧 好 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见面 好 那请你们手中的按键器 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选择 你非常有魅力 有很多男生为你留牌 好 接下来你可以向男生们提出 十二个要求 如果有那么多的话 第一个要求 喜欢在公共场合热吻的 请翻牌 好 送出他这点要求的 请翻牌 曹俊第一个把牌翻过去 好 下一个要求 穿Polo山喜欢把领子竖起来的 请翻牌 好 因为你嘉宾放弃了一些要求 所以依然留牌的男生 请选择地考虑 来做出你们最后的选择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只有一位 我们要有请出一号 江黄中 请出列 来 冲林也向前一步 福梦怀 我想我还是上去吧 你没有更多想说的了吗 我手口无品 我不是 佢孟怀 你成长了 来 江方中 首先 我觉得蛮有缘的啦 就是 一来的时候 你的一些关于自己的一些介绍 首先我也要感谢这个 跟着节目慢慢成熟起来 成长起来 所以我的这个 对于女生的这个喜好 也越来越地清晰了 我理想当中的女生 像我之前所说的 她呢可能相对要成熟一些 但这个不一定体现在年龄之上 另外一点的话就是 我们有很多的很类似的经历 像你现在所从事的这个职业 却恰巧是我学习的这个专业 我学酒店管理的 对 所以有很多切合的 包括其实看到你穿的制服出来 我就很 觉得很亲切 然后呢 都是上海人 我觉得这个文化背景会比较一致 其实原来没有把文化背景看得这么重 我现在觉得其实 还是一个地方出来的人 相对能够理解彼此一些 所以我觉得 很难得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在舞台上找到一个和自己很像 但是呢 又有机会 我觉得 不是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契合在一起的两块拼图 而是我们会有很多机会去做磨合 我觉得人生就是要 要有点细 然后 要有一些互相的认知 一起的磨合 然后一起的成长 我觉得那是我最理想的爱情 所以今天走下来 我觉得 会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 然后我也希望你能够 给到这样一个正确的爱 谢谢 好 那么我们得 请你做出你的决定 面对江方舟的表白个性独立 思想成熟的女嘉宾 会做何选择呢 她能收获幸福吗 不想坚持 是最幸福的味道 挺你啊 嘿 我的面 是我们的面 加肉加蛋 更营养 就是这个味儿 坚持梦想 一路挺你 看师傅红烧牛肉面 我是一位近老院的院长 九年来啊 我一直在这里负责老人们的起居饮食 从来不敢马虎 从他们的眼中 我看见了渴望与梦想 责任需要用心去承担 它是一个批着神秘的外星人 外衣的这么一个绝密的实验基地 曾经守口如瓶 为何此时自爆内幕 五十一区与外星人有关 还是隐藏机密武器 五十一区批了一个神秘的面纱 这本身对世界 就是一种心理的一种震慑 美军最新战略武器 有藏身何处 王沐星时空 九月一号八点三十分 东方卫视敬请关注 便宜老爸不认账 I'm not your father 儿子却不弃爹穷 因为是我爸爸 我会越北越大了 我坐在那边里 海归萌娃以情动人 你是不是一种都没关系 反正你是我爸爸 九月二日起 小爸爸一夜喜当爹 幸福哪里找 小爸爸由停下来享受美丽 美极面膜独家特约播出 一大早我就把摊子摆出去了 开始也是试试看 觉得大家方便 自己也轻松 来来来来 叔叔 谢谢啊 可以收摊了 哎 不好意思 昨天没给钱 不要急 现在嘛 本来就是互相的 滴滴都如此浓唇香 高品质浓唇香 味全优烙乳 香脆饼干 柔滑的巧克力加薪 全新精装奥利奥 一起站起来 那么我们得 请你做出你的决定 她之前 她的女朋友都比她大 大多数 然后她平时工作也接触的女孩子 比较多 然后看的也比较多 然后她说她喜欢我的其中一个理由 也是因为我比较成熟 其实我的外表虽然是很独立很坚强的 但是我内心还是一个很软弱的小女人 所以说如果她是以成熟去 有这样一个衡量标准的话 我觉得她不是很适合我 今天我可能不能和你牵手 但是我有一个礼物可以送给你 是这样子 这是我亲手写的一幅字 想送给 送给你 谢谢 什么内容呢 我写的是 我们节目的名字 然后呢 因为 这个决定有点临时 所以说 我今天的印章没有带 那我印章是用我的一个唇印来 这是我亲自吻上去的 所以我想希望你会喜欢 你接受吗 接受这个礼物吗 好 方程 那我也找个礼物回给你好了 你 我觉得你虽然感觉是一个很坚强的女生 但是内心最柔软的那一块 应该还是一个小女生吧 真的 对 所以把一个可能很像你气质的一个猫的耳朵给到你 所以 你要现在带吗 可以啊 好呀 让你带 谢谢方舟 谢谢方舟 那你是否愿意 这亲那个男嘉宾已经表白了 不用了 对 为什么呢 因为 他没有选择我 就不用勉强了 那你是否愿意我们 在现场 接获这个答案 不用了 好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任务 要送出你的今天的 今天的第三个 三颗爱心 又到这个环节了 让我想一下吧 其实我觉得吧 其实我也是个好人 因为再怎么说 何孟怀 他在这边坐这么久 说这么多话 其实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所以我觉得 OK的 我就把这颗心给你 我要在这边谢谢女嘉宾 谢谢洛老师 谢谢文小姐 谢谢我的父母 谢谢现场的观众 谢谢节目组 终于成功了 你身材心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谢谢你成全了她 姑娘 是的 好 再见了 再见了 这对我好 没有没有那么容易 每一个人有他的脾气 过了爱做梦的年纪 轰轰烈烈不如平静 幸福没有那么容易